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今天讲要诗经 那么我们进入第25页 也就是证文的部分 证文 所以会从缘起分 也就是所谓的续分 续分 那么这里讲个 续世正信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续分 续分 通续 那么我们可以看 所谓的通续 就是从如是我闻 一时佛 那么这里不是用佛 而用佛且凡 由化诸果至广严惩 注月印树下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续分里头 就是要有六个成就 那么这六成就 就是从信文实主处众 总共要有六个因缘 信文实主处众 跟我们一场奖金说法的法会一样 由一个公信力的地方发布消息 那也要我们能够听闻得到 并且呢要标明几月几号几点钟 是不是 然后呢是由谁说法 在什么地点 对象有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就没有特别的标示 如果是办高中营 那么对象就会限制高中生 没有标明资格那么重的部分就是开放的 所以呢往往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透过公信力 那么尤其在台湾奖金说法的地方很多 那也要看是什么地方办的 对不对 也要能够听闻 就像刚才有人说 是不是以后能够寄通知寄什么 为什么要寄文的问题 是不是 要能够听闻到或者见闻得到 要能够接收到什么消息 在时间上面我自己能不能配合 什么样子的地点 那么是由谁 在什么对象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六成就 六种成就 好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呢 就从如是我闻 所以这里的如是 也就是以下所说的这一切 相信以下所说的这一切呢 都是由我阿南尊者 因为佛陀念盘后 是由阿南尊者来解极经典 所以由阿南尊者来宣说 那么这里的我呢 在这个第26页 第26页呢 这个地方倒数第三行 本来呢 所谓的我应该是六根六式的总和 我是不是存在 我是不是要眼耳鼻舌身 意都能够具足 要有这样的一些什么器官的存在 以外是不是还要心里 意识上能够作用 眼耳耳鼻舌舌身 意识也要能够作用 所以才感觉到有一个我的存在 那一般呢 为什么 但是呢 我们说如果深一点的话呢 那么不是就讲到无我吗 所以在倒数第一行就 有人发生疑问 说既然佛法说无我 为什么这里又说我闻 有没有 那其实呢 这里也讲到心经嘛 我们说有眼耳鼻舌身意 但是心经是不是讲无眼耳鼻舌身意啊 为什么会有有跟无的差别呢 那么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法 当中法则 但是呢 往往从什么 现象跟什么 法性来看 从有来看呢 是现象的问题 从法性呢 我们说它是透过空来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空是在否定什么 存在 所谓的有是在讲相有什么 差别 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差别 早上所用的眼耳鼻舌身意 跟现在所用的一样不一样啊 不大一样啊 比方我现在一直咳嗽 早上好像没有这样 这个身世或者这个身根本身 是不是会不会变化 会变化 会变化 这眼睛的视力也不完全是一样 现在想睡 眼耳鼻舌身意呢 它并不是固定不动的 有没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啊 有 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存在 但是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是在讲什么 法性 是信空的 为什么说它信空 就是说它是无常的 是变化的 因为信空的关系呢 所以一直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说无 那么我们也讲过 有我的现象 有我啊 我们平常讲我 简单的说我 其实是在讲什么 现象 但是呢 讲无我的这个无呢 其实就是在讲空 我是信空的 虽然有我的现象 只是这个现象稳固不稳固啊 不稳固 会不会变化 会变化 为什么 信空的无缘固 对不对 所以说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身相畏触法 无眼见乃至无意事 无名义无名境 有没有 剥瑞里头专门在讲无 专门在讲法性的问题 这是顺道的讲道 那这里也提到一个 金刚经里面的什么 一个小小的故事 有没有 所以有位德山禅师 他专门在讲金刚经 有一次他就背着金刚经 以前的经典 那么都要用什么 竹简来做 所以是一整楼 不像我们现在 才这么薄薄一本书而已啊 那么在路旁看到一个老婆婆 在卖点心 就歇下来想要买点心来充饥 那么老婆婆呢 问他装的是什么 他说是金刚经的数解释 所以老婆婆又问他说 那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上座 你点哪一个心 要跟他买点心嘛 对不对 你要点哪一个心 是点现在心还是过去心 还是什么 未来心 有没有哪一个心可以点啊 因为这些心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我们当下这个心马上变成过去 我们很快又起 对不对 我们的心生了又灭 生了又灭 生了又灭 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就好像那个时间 我们也抓不住 现在的一刹那是马上 才讲完他已经成为过去的在刹那了 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快速 信空的缘故 就只是因为信空的缘故 所以我们说何谓现在 它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现在 到底是现在的刹那 还是现在一分钟 还是现在一个小时 还是现在一天 还是现在一年 乃至于是现在一辈子 是不是都可长可短 它是相对出来到底谈的是哪一段 没有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那相对现在 之前就叫过去吧 相对于现在 之后是不是叫未来 它其实是怎样 是相对出来的 不是绝对的 所以有的人觉得 听起来很枯燥乏味 时间好长 有的人听得很有兴趣 一下子就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所谓的时间长短 有没有固定的 并不是固定的 并非固定 所以这里的 我文的我 是在讲 那个时候的现象 有凹难听闻 佛法的现象 有没有 有 有 但是 但是悪难本身是不是还是无我的 不止悪难无我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无我 佛陀是不是也是无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现象不断的在变化 虽然说我文 其实是在讲现象的问题而已 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现象 以下所讲的这一些 如释的这一些呢 就是我 阿难本身呢 从佛陀那里听闻来的 什么时候听闻的呢 哎呀 反正有那么过去的一个时候 因为印度人呢 很不注重时间的记录 并且佛陀说法也不完全在人间 也有在道立天说法 是不是 所以他时间的长短 定位不完全一样的 就好比我们现在 是下午一点钟 在美国 现在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时间他一直不断的变化 印度人呢 又特别不喜欢做记录 就是说对时间的记录 一向都不是那么样子的注重 所以他就用一时 因为已经是成为过去的一时 如果是未来 我们要办一个什么活动 那么这一时 是不是就要讲清楚 说明白啊 大家才能够这个安排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过去的一时 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呢 那么由婆且凡 我们平常都说佛 那么这里呢 把它翻译成婆且凡 我们会比较不习惯 那所谓的婆且凡 就是佛陀的尊称 只是翻译上的那个习惯性 就翻成婆且凡 那么指的就是佛陀 也就是世尊 也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所谓的婆且凡呢 它有两个意义啊 一个呢它是巧分别的 也就是说佛陀他能够非常善巧的来分别诸法像 那么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呢 无不彻底通达 了了明达 虽然说一切像 但是不为第一异地啊 所以叫做什么 巧分别 那么也就是说佛陀呢 不断的用各种方便善巧的方式来说法像 当然 当然我们说所谓的法像呢 讲有我 并不违背无我 讲到无我 那么它就是属于第一异地 就是属于圣异地的 因为透过无我 透过信空 是不是才有机会解脱出来 所谓的第一异地 或者叫做圣异地 它就是超越了什么 世俗地的 超越世俗地 所以可以讲有我啊 跟无我违背不违背啊 不违背 对不对 一个从现象来讲 有我 只是这个现象怎样 不稳定 只是一时间的 不保证说这个像 而且绝对不会是不变的 是不是会一直不断地变啊 为什么会这样不断地变 就是因为它信空的缘故嘛 它是不是还是通着我们的什么 信空的法则啊 不违背的 但是呢我们说其实 也唯有透过法性才有机会跳脱 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法像上 要跳脱的机会就少一些啊 要跳脱的机会就少一些啊 比较不容易啊 比较不容易啊 但是呢我们说要讲 法像其实跟什么 法性是不违背的 是不是能相通的啊 所以我们也得 循着佛陀的这种巧分别 我们要 要知道路线啊 路径是不是 那么法相法性呢 它其实呢是不违背的 不相违背的 那么也透过这样子呢 才能够破除我们的执着 也就是破除了我们的什么 烦恼 那也因为破除了我们的烦恼 才有机会跳脱生死之流 才能够解脱 所以呢这也讲 唯有大觉佛陀 才能够彻底的断尽一切无名烦恼 他如何的断尽 是不是也是从凡夫地一路 这样子上来的 对不对 佛陀有佛陀的 成佛的心路历程 所以他能够断尽一切无名烦恼 而且正得一切自至 到成佛的时候就是正了一切自至 真正的获得了什么 大自在 没有被任何的杂染 所染灼 那么才叫做真正的大自在 大解脱 所以呢把佛陀称为婆且凡 那么大自在 大解脱并不是佛陀的专利 对不对 所有的众生是不是都可以 循着如是的这个行击 这个心路历程 不只心路历程 我们去实践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将来也都能够成为婆且凡呢 一样是可以的 好 那么婆且凡呢他油画诸国 因为佛陀本来就是游走恒河两岸 那么曾经来到了所谓的这个广延城 也就是匹舍离 匹舍离 匹舍离城 好 那么维摩节经 里面的维摩节居士 也是匹舍离城的长者 所以匹舍离呢 是经常佛陀去讲经弘法的地方 那里的众生呢 非常有善根 所以 匹舍离城 那么也在这个广延城 匹舍离这个地方 而且呢 就在这个树林里头 悦音树林的意思啊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树林当中呢 可以听到风吹来的那个树的声音 所以这里会想到我们法源禅林啊 当我们在树林里头打坐 确实可以听到所谓的树海的声音啊 那个风一吹 那个叶子沙沙沙的声音 像海浪般的 所以这也类似所谓的月音树林 是不是 因为那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 所以它 我们不会觉得它是很 是噪音不会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自然的声音 可以听到树海的声音 听到鸟的声音 听到什么水的声音 所以在大自然间呢 其实本身 会让我们疏解压力的 然后再能够 透过禅师指导的方式 那么而进入禅修 这样子的一个功课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匹舍离城 广延城那里呢 那么在树林里头 可以听到种种自然的这些声音 就宛如这样 奏乐一般 所以叫做乐音树下 那么由佛陀呢 跟许多的什么大众来说法 好 所以呢 接下来的经文 在三十页 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 菩萨摩赫萨三万六千 即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无量大众恭敬为绕而为说法 与会的大众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大比丘众 他写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翻译我们比较不习惯 其实就是所谓的比丘 所谓的大比丘众有八千人 有八千人聚啊 非常的多 但是呢 菩萨摩赫萨更多 所以这部经呢 还是以什么大圣经典为主 因为菩萨摩赫萨的数量是不是比大比丘众还要多啊 那大比丘众往往是生文的代表 一旦说所谓的生文众大概都会举什么 出家众为生文众 因为为了了脱生死而怎样的慈亲割爱 出离了世间 那么希望能够专心修行 能够了脱生死 所以呢 所谓的比丘 在三十一页的第二段这里就可以看到 经典往往只有讲到比丘 那其实呢 所讲的是四众弟子 不只是比丘 还包括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那还有再加上嘛 士叉摩那 所谓的士叉摩那就是沙咪尼 那生在跟比丘尼之间的这种二又两年的什么六法学女啊 透过这两年的这个学六法之后 那么才去受三坦大戒而成为比丘尼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叫做士叉摩那 那么这个叫五众的弟子 五众弟子 那如果再加上在家众的话呢 优伯舍优伯仪是不是 就合成七众的弟子 七众弟子 如果讲士众弟子呢 比丘尼优伯舍优伯仪 再加男女二众全部讲到了 那如果讲五众的话呢 比丘、比丘尼、沙咪、沙咪尼 再加上士叉摩那 讲七众呢 再加上优伯舍优伯仪 这样能分别吧 所以刚才讲士众倒是 比较少直接只有讲到出家众而已 那一般如果说以一个佛弟子的一个组成 所以好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 所谓的比丘 在倒数第五行这里就讲到 所谓的比丘他的意义呢 就叫做什么呢 启示 启示 为什么叫启示 他一方面向施主启食以维持什么 色身 但是呢 另一方面要从佛陀这里来 启法以滋养慧命 所以不只是启食 更重要的还要启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法呢 是让我们屈佛慧命 让我们能够这个 滋养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的 是更可贵的 当然透过启食 同时也等于把佛法传播到人间去 传播到这个居士 这个社会上面 而且把这种福报的耕耘 也等于是送到家里头 让人从家里头 对比丘比丘尼的供养 而能够修福报 并且能 也能够让居士有机会 怎样获得智慧 所以呢 佛治比丘呢 是要启食的 所以叫做启食 叫做启食 好 所以这里呢 有大比丘仲呢 有八千人 那么菩萨摩赫萨 所以我们说 所谓菩萨摩赫萨 是不是都是果位很高的大菩萨 有三万六千 之外呢 那么还有国王 有大臣 有婆罗门 这些社会人士 好 那么 之外呢 还有居士 乃至于还有什么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 在印度当时候 其实是分了什么 四性的阶级 四性阶级 四性阶级 其实以婆罗门 以宗教师为首啊 第一个阶级是婆罗门 第二个阶级呢 才是什么 差地利 第三个阶级叫做肺舍 第四个阶级叫做守陀罗 所以呢 以印度来说的话 它是宗教领导政治啊 国王大臣呢 这都还属于什么 差地利 差地利呢 武士 捍卫国家安全 国王 居士大家 其实这个都还属于什么 差地利 所以我们说 释迦摩尼佛是属于什么 差地利族的 那肺舍呢 就是一般的士农工商 那最低贱的呢 叫守陀罗 那么这三者呢 都叫做什么 再生族 他们是有来世的 这个呢 叫做一生族 没有来世 他们认为 这个守陀罗 最低贱的奴隶本身 是没有来世的 他做完毕了就没了 而且呢 他的这个守陀罗 从祖先一直传传传 怎么传都还是什么 守陀罗 所以他们这种都是 那个总性阶级的什么 不平等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很特殊 所以也难怪佛陀要诞生在一个 这种总性阶级非常不平等的地方 佛陀不断的一直在讲平等平等 也是有见于当时候的社会状况 到现在都还尚且如此 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真的阻挡印度的进步 可能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蛮大的因素 那么另外呢 天龙八部 我们平常看到有所谓的天龙八部 第一个呢 属于天人 还有隆重 之外呢 就是夜叉 前达婆 这我们经常宋经典都会看到 欧修罗 佳楼罗 锦纳罗 锦纳罗 还有叫磨合罗杰 磨合罗杰 磨合罗杰 总共有八个部分 二四六八 那天人 所以其实天龙八部也包括鬼神 混淆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 中国人很重是这个龙 龙重 是不是 还有什么 夜叉 夜叉就是那种结起鬼 速度很快速的 我们常骂人家母夜叉 母夜叉 夜叉 夜叉是很漂亮的 可是是很丑陋的 所以像十二要叉大将 他是属于什么 夜叉重 然后呢 所谓的前达婆 他是一种乐神 喜欢弹奏音乐 有时候还会有 还会有乐器的 那么 所谓的阿修罗呢 他的福报比较不足 因为被他的什么 称恨心所害 是不是 在六道轮回里面 天然后人 阿修罗 是不是 然后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嘛 所以阿修罗呢 他往往有时候也会归到什么 叫做天龙八部 因为他没有到天的那种福报 而且呢 他无德 为什么无德称恨心特别强烈 他的称恨心 会让他的这个功德给消失 露失掉了 好 那么加罗罗呢 他是属于金翅鸟 大鹏金翅鸟 我在想说这个大鹏金翅鸟 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想的那种 凤凰之类的 有龙有凤 大鹏金翅鸟 旷野鬼神众 当我们中午在这个供养的时候所念的 那之外呢 锦纳罗他是属于疑神 疑神 那磨合罗牵呢 是大蟒蛇 那么构成所谓的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那么也就是人与非人等 刚刚讲的这个国王大臣 其实都还是属于差地利 还有婆罗门之外 那么一些居士呢 那么市农工商之类的 那这些都是属于人 人类的 非人呢就是天龙八部叫做非人 所以说人非人等 属于人跟什么非人 这些天龙八部就叫做非人 非人 不是人嘛是不是 因为他属于鬼神界的 鬼神界 那么有无量的大众 无量大众 恭敬为绕而为说法 为这一次讲经说法的法会而集合 而集中 那么接下来呢 就在这个离请 离请佛陀所法了 已经集合这么多众 所以我们说信文始祖畜 对不对 畜是什么 在广言城嘛 众有这么多 除了出家众以外 有人 还有非人 是不是 那么全部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呢 无量的大众 所以我们说 其实一个讲经说法的法会 也包括人与什么 非人等 天龙八部都有可能过往的神奇 是不是有可能经过这边来听法 而我们自己看不见的 所以呢 在说法上的那个正确性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要依照佛陀所说的法 而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喜怒哀乐 为我们个人的见解 并非如此 因为不只人在听 还包括非人等 都能够一起来听闻佛法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呢 来听闻佛陀 来为他们这个 广说这个唯妙佛法 好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离请起说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别序 别序 因为都有不同的什么 起教姻缘 所以在三十六页这里 所以这一段呢 就进入所谓的别序了 好 好 耳时 曼苏施利法王子 成佛为神 从坐而起 偏袒一间 又袭沼地 向婆且返虚弓合掌 好 这个时候呢 曼苏施利法王子 也就是文殊施利菩萨 好 那么这里翻译成 曼苏施利法王子 就是文殊施利的意思 好 那么为什么称为法王子 因为他是大菩萨 佛陀是法王 那么大菩萨就是法王子 好 因为靠过菩萨摩赫萨 是不是就即将成佛啊 好 就如同王子要继承什么 王位嘛 所以菩萨摩赫萨呢 都能够称为什么 法王子 因为佛陀是法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文殊施利菩萨就乘着佛陀的威神之力 那么从他的座位当中呢 站起来 好 那为什么他要站起来呢 他为大众来怎样 请法 来为大众请法 那么他站起来请法呢 也有他们的礼节 那所以他要怎样呢 偏袒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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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贺丹如来 的这个佛法 贺丹如来 佳业 那么又西着地 表示怎样呢 下化众生 下化众生 那么他的曲弓合掌呢 表示内心的什么 千弓 这个制成 并且合掌 这合掌呢 有十个 十指嘛 表示什么 十波罗蜜 十波罗蜜 那么来向佛陀请法 来向佛陀请法 好 那么他请法的内容呢 那么在三十八页这里 曼淑斯利法王子呢 就对佛陀请法说 世尊 唯愿 世尊呢 能够来演说 如是相类诸佛名号 什么样子的相类诸佛名号呢 因为佛陀才介绍过西方极乐世界的奥秘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 这种医正庄严的法相 那么大众听了也非常的欢喜 所以呢 由文殊势利菩萨来请法 那么也想说 是不是能够讲一些类似这样子净土法门 的这些诸佛的名号 那至于他们那里的什么医正庄严的这种世界 来教导众生如何的也能够修修净土法门 那么不只西方净土法门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还有呢 几本大愿啊 书圣功德 几本大愿就是 比方像 不管哪一位佛陀的成佛 之前是不是要行大菩萨道啊 行菩萨道呢 都一定要法愿 一定要法什么 本大愿啊 他自己本身个别的 不同于其他的 这个大菩萨们的那种大愿 那么这些大愿的发起的时候呢 就会感召什么 同愿同行者 来追随 来共同的来努力 共同的来完成 所以呢 这些本大愿的书圣功德 那么也等于是感召同愿同行者 共同的来完成 来令诸文者呢 业障消除 他还包括呢 让我们听闻者呢 还能够业障的消除 因为启发善念嘛 启发善念 那么能够有因缘福报 我们的业障从哪里来啊 起恶念 起烦恼 会是业障的来源 所以我们说 要能够避免业障的话呢 那就要多起善念 多起善念 那如果多起善念呢 念佛菩萨的名号 会是一个很直接又简单的方法 就好比说 当我们起善念 才有机会念到佛菩萨的名号 也就是说 当我们念佛菩萨的名号 也是我们起善念的时候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生气 在烦恼的时候呢 可能佛菩萨名号 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平常要培养 念佛菩萨名号的习惯 纵然生气 纵然在骂人 还是佛号 说 骂小孩说 你实在够阿弥陀佛 对不对 而不是说你实在是一只猪 是一只狗 是一只什么 我们说 这样子对小孩子一骂 小孩子很伤心 他伤心我们还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肉眼 很迟钝 并且我们很愚痴 觉得窝尘一时之快就好了 但是呢 伤害到了孩子的心 而且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中了恶因啊 变成你诅咒人家是一只狗 是一只猪多不好 你干脆说 你这小朋友实在够阿弥陀佛 重来是一种烦恼的心 其实还是转为佛号 大家可以转成是善了 小孩子可能会问说 什么叫阿弥陀佛 你还有机会解释 告诉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像阿弥陀佛 你这样实在有够不像阿弥陀佛 对不对 所以也借着这机会呢 有机会来教导 所以能不能随时都起的是阿弥陀佛 或者佛号的那个 真的要平常就要训练 要培养 所以有时候碰到车祸即将发生的时候 也说阿弥陀佛会冲口而出 那个座正好就会插过 就插那么一点点没事啊 对不对 你可能没有这句阿弥陀佛 一撞上来 就是撞上那么一点你都有事啊 有时候还要赔钱 赔钱还小事 万一受伤乃至于还丧命怎么办 对不对 很划不来 所以常常会觉得说 平常我们真的是要有念佛菩萨名号的习惯性 这是这种叫做非常殊胜的法宝 而且只要我们愿意 人人都可以念 人人都可以练习 这种的练习真的很重要 让我们内心的很多的烦恼 像杂草一般嘛 拔了又起 拔了又生起来 拔了又生起来 我们常说多种一些花 花园里面花多点 杂草是然少一点嘛 所以要多起佛号 我们的烦恼杂念自然会少 而且念念间都是在修功德 而不是念念间都在起恶念 只要是烦恼就是恶念 只要是恶念 都是在招感的业障现前 只要是善念都是在破坏 业障的聚合 所以因缘法就是告诉我们说 福报怎么生出来 就是很多的善念合起来 业障怎么生出来啊 很多的什么 恶因缘合起来 当我们恶因缘在合的时候 如果有善的念头干扰进去 这个恶念就合不起来 但是呢 我们如果烦恼很多 纵然我们在行善 也被我们的烦恼所破坏 是不是 福报也会不见啊 这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随时不断的要起善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种善念 会使我们的业障消除 就是因为 让这个业障合不起来 让它能够有机会离散掉 而且呢 透过佛法的智慧 也是如此的 那我们的业障呢 那么不容易聚合起来 都是在怎样消除业障啊 并且呢 文殊师利菩萨也讲 为了想要利乐相法转时的诸有请故 曼殊师利法王子呢 他不是为他自己在请法 他是想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是正法的时期五百年 之后呢 相法时期一千年 然后呢 末法时期一万年 末法时期呢 会一整万年喔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 进入末法时期 但是还是末法时期的什么 前面的部分 但是我们说 其实在末法时期 不见得就听闻不到正法喔 他不是绝对的 不是说一刀两断 切得清清楚楚的 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善根一元够的话 我们一样还是可以听闻得到正法 所以对正法的护职 那是要花更大的力气 因为在这样子的时节因缘里头 正法不容易 不容易听闻得到 那么就要靠大家来维护 所以呢 班苏司利法王子呢 就是为了将来的众生 在当时候的请法呢 是为了什么 五百年一千年后的 相法时期的众生 不要听到一些 所谓的相法就是 类似佛法 相似佛法 一些对的错的呢 混淆在一起的 的佛法 那么它是属于相法时期的 所以呢 这个 曼苏司利法王只是为未来的众生来请法的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的眼光 是不一样的 我们往往只有为眼前的事情都来不及 都已经非常的困扰 而且都为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很少去请法说是请别人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的心胸度量眼光呢 是狭小的 为什么狭小呢 是因为我们执着嘛 那菩萨呢 他透过生生世世累生累劫 不断的修行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他的心量 乃至于他的眼光看得很远 要看一千年两千年后 如果这些众生都没有机会听闻到正法 那么多么可惜 所以他这个时候赶紧来请 来请法 为将来的众生来请法 所以 我们说要是经 他的起教因缘是这样子的 是曼苏司利菩萨 为我们这个时候的众生 乃至于到末法时期的众生 来请法的 所以 在四十页这里 这个时候 世尊 就非常的来赞叹 曼苏司利法王子 童子 他这个时候呢 用童子来称 为什么叫 用童子呢 前面是说 法王子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叫做 这个 童子 那么在 我们的 四十一页 说童子的含义呢 有两点 第一个呢 透过世俗来讲 所谓的世俗就是说 菩萨呢 他都是随着众生 硬化而怎样 现身的 没有一定的形象 我们说在普门品里面 是不是常送到说 观世音菩萨 如果我们众生 需要他用什么身来得度的话 他是不是就献什么身啊 需要以国王身来得度 他就献国王身 需要以居士载观降向身 他是不是也是受 献的就是居士载观降向身 需要以童子身来得度 那么他也献童子身 所以菩萨摩佛撒 他有能力千变万化 第三段的 第三大二生奇节的 菩萨摩佛撒 他本身是可以 可以神通变化 他可以分身无数亿的 可以应众生的要求 来非常自在的变化 但是在这个之前的众生 我们凡夫众生 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就不见得了 就没有这个能力 用的 因为还是执着这么一生 是不是 所以能力比较差 但是能力差没有关系 因为能力好的 是不是也透过能力差的 这个过程来的 那么我们总是多加学习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童子 那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特质 一方面的后面也会讲到 所谓的童子呢 也是那种非常纯真 天真无邪 是很清净无染的那个特质 也叫做什么 童子身 并且呢 我们说 如果是文殊势力菩萨 在中国 在中国跟佛教徒所结的缘呢 他的化现道场在哪里啊 在五台山嘛 那么曾经就有位禅师呢 就很想到这个五台山去参拜 看能不能碰到文殊势力菩萨 但是呢 他这个走遍了全山 还是没看到菩萨 所以他心里就很失望 后来呢就看到有一个放牛的小孩子 那么牵着一个牛 那么他就去请教他 他就去带着他去说要参见一位老和尚 但是 那么 这个禅师 因为没有碰到菩萨嘛 他心里还很痛快 在过程当中 就跟这个小朋友就谈啊 谈谈谈 在误谈之后呢 这小孩子就变了 变了样子 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菩萨的样子 骑在一头狮子的身上 哦 骑在狮子身上 是不是就是文殊势力菩萨 哎 其实就是文殊势力菩萨嘛 所以在五台山 文殊势力菩萨化现的故事也很多 他往往也会从什么 童子身来化现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也称为他是 曼殊势力童子 再加上 在圣意地上面来讲 所谓的童子本身 都是非常的天真无邪 非常的清净无染 没有任何的虚伪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修行啊 就是让我们越来越不虚伪 是不是 越来越真实嘛 越来越真诚 从杂染而转为清净 这个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方向跟功课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世尊就来赞叹曼书施利童子说 善哉善哉啊 好 好 你是在这个太了不起了 好 太可贵了 好 慢书施利啊 好 如以大悲呢 劝请我说 诸佛名号 本愿功德 为拔业障所缠有情 好 利益安乐 向法转实 诸有情故啊 好 你的可贵呢 就是因为你是非常的大慈大悲的心 不是为你个人来请法哦 你来劝请我说 来介绍其他的诸佛的名号 还有这些成佛之前的本愿功德 好 这样子的法是为了什么 为拔业障所有的这些 这种 所缠的这些友情众生 我们是不是都属于这样子啊 好 为业障 所缠的友情众生 那么曼苏司令同子就是为了拔除我们这样的业障嘛 好 为什么呢 来利益安乐 向法转实 好 属于向法时期乃至于到末法时期的这些众生 好 那我们是不是等于是 也是曼苏司令同子所请法的那个为我们 为了利益我们而请法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蒙受到曼苏司令同子的这个福音 是不是 虽然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期 但是呢 曼苏司令同子已经为我们请了法 如何的能够利益 能够安乐 能够拔除我们的业障 所以呢 佛陀呢就说 啊 如今地听 地听啊 极善思维 不仅要好好的听闻 还要怎样能够思维 所以我们说在学佛的过程啊 还是透过文思修乃至于到正 文思修正的过程嘛 所以要极善地听 极善思维 因为透过思维才能够纳入到我们的什么 生命的体系 所以呢 当位如说 佛陀当然会为什么 曼苏司令同子来宣说佛法 来宣说佛法 因为他是如此的为所有的众生来请法的 好 那么所以呢 在 我们应该做一点补充啊 在 这个 这个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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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的后面 四十夜的后头 佛灭千年有没有 佛灭千年呢就叫做什么 相法时期 相法时期 有两种说法了 正法五百年或者叫做正法一千年 像这里的说法就等于是什么 正法是一千年 所以等于说是透过正法之后 相法然后进入什么 末法 进入末法 那佛陀诞生在我们现在的什么 两千五百年前 对不对 两千五百年前 所以在四十夜的倒数二十四 第五行也有啊 佛陀注释呢 那么 括号里面有没有 初五百年是正法时期 正法时期 但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净土法还不是完全的流行 所以呢大概都要五百年后 因为在佛陀出世的这五百年间呢 可以说是根本佛教时期到不派佛教时期 都比较以什么 身文为主的解脱同归 一直要到大圣佛法兴起 也就是五百年后 那么大圣佛法才兴起 大圣佛法兴起以后才有净土法门 行菩萨道将的一个观念 那么都是在五百年以后 所以一个说法正法是五百年 或者正法是一千年 之后一千年后呢 进入相法时期 我们是不是也就比较属于 相法时期到什么 末法时期 两千年后呢 就从相法进入到什么 末法时期 所以我们都比较属于 这个末法的初期 相法的末期 那我们也就是 曼书施利童子为我们请法 所以这也是不是看到 曼书施利童子来为我们请法 所以以下所要讲的就是 为我们请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法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